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甚麼令你想由騎士轉為連話師 總括來說都是覺得不須得 怎樣不須得呢 這是自己要求的 我既然進入了這行業 看著有些人做到的事 如果自己不是特別差 跟著去做怎樣增值自己呢 都可以一試的 我覺得有這個機會可以繼續試一下 就憑著這個信念 於是你便進軍連話師的學業 難不難 都是說難的 但其實先轉為幕後 不一定先轉為連話師 其實先轉為幕後 沒甚麼擔保 沒甚麼擔保 你一定做到甚麼位置 都是要漫長的時間 在這裏做布黎 在馬圈上 在不同的位置浸淫 好了 阿輝哥 在我手上 現在有一個表 讓我先說一下 1956年你開始做連話師了 那一年你贏頭馬的數目有20次 你的排名 26位連話師是第12 一開始已經相當好 即是成績 一下去就好了 97、98、99、00、01、02、2003年 你是25、30、40、40、28 因為贏頭馬的數目很多 99年你還是排 25位連話師排第三年 好了 忽然之間去到03年、04年、05年 28、16、18、06年 10 接著打了一顆星 打一顆星的意思 請你解釋一下 為甚麼 即是你贏頭馬的數目 我看上去不達標準 不達標準 不達標準 而且你那一年的24位連話師入面 你排第23 甚麼意思 好像我考試一樣 年來我也是排甚麼意思 但是去到07年 即是說 即是1年之後 07、08、09、10 你就贏頭馬 24次、37次、25次、39次 這個過山車都挺奇怪的 那三年發生甚麼事 現在回想起來 都有點含糊 因為我們都是 在馬圈做 練馬 或者跑馬 都不能計劃得很遠 都是一路盡量做好些 練好些馬 跑好些馬 當然到每一季接近尾聲 公司看業績 自己看一些成績 去最低點前那兩年 都開始發覺到 有些滑落的跡象 都做了一些救忙運動 原因出了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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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那些馬 實力不夠 青亡不接 雲可能有些地方差了些 可以這樣說 到最後 當時拾牆的時候 情況比較嚴重 很差 要留意一下 問題出了在哪裏 要認真去想想 是否有些甚麼做得不好 在哪裏 或者有些新的事 是否需要學習一下 好像以前 偷偷出來做建立生 沒有馬跑 開始有些馬跑 都在努力 但知道發生甚麼事 馬實力是切不上 比較平均都被人差 所以要找好些馬回來 或者交際方面 可能有些欠缺 或者有些地方爛了 只有十場頭馬 收 warning letter 就一定要破釜沉舟 是否有這樣的心態 我看是最低那年 可能有些馬接不上 現在我又不喜歡 很… 即是很擠迫 尤其是年輕的馬 很擠迫他 怕他弄傷 我第二年成績好 因為先一年 我保養著馬 到第二年 他又開始成熟了 成熟了 贏回馬 成績好些 但是這樣 你自己一直在看這件事 你有這樣的想法 會 馬主真的不跟你客氣 是 會不會 會,當然會 輝哥 怎樣 我真的要想一想 在那個時候 這些馬主和你的關係 他們繼續支持你 很支持你 有很緊張的關係 怎樣 關係比較緊張 當然有些很基本的 明理在做什麼都一直支持 有些不太理解 或者… 即… 即… 有些人理解得好些 如果不理解 就變成做得不好 我堅持這個理念 都是… 對的都是OK的 不過慢了 大部分 大部分 就是你的馬主 都是對你有信心 現在這麼多年下來 就… 對我有信心的馬主 就是… 理解我方法的人 比較… 多了些 別人說輝哥 是上馬的白浪 即是買馬的白浪 但我當然想聽聽 你買馬的眼光 還有… 誰是你的白浪 怎樣在你禍山車的低潮裏 可以幫你一把 有沒有這個人 我們待會和你聊這個問題 好嗎